在电视和回音币上玩PS5游戏 那种耳朵被全方位包围的感觉 建议大家亲身体验一下 我这套装备 75寸的电视斯克120 搭配三星回音币Q9900D 16个声道的杜比全景声 玩游戏是什么感觉呢 我坐在沙发上玩地平线2 左右能听到除鸣 使命召唤的飞机投弹 那个嗖嗖的声音是从房顶上下来的 爆炸声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玩2K24的时候 整个房间都是比赛现场的嘈杂声和风呼声 Q9900D是今年的新款 包括一个主音箱 一个低音炮 两个后环绕音箱 做工很扎实 品质感满满 它有物理11.1.4声道 也就是11个前置及环绕声道 一个低音声道 和4个上射式声道 长条主音箱里面有15个扬声器 两个向上发声 4个向两侧发声 两个后环绕音响 每只都可以向三个方向发声 回音币往客厅一放 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声音 以前只有电视发声 现在是身临其境的环绕感 低音炮和两个后环都是无线连接 安装方便 房间不杂乱 说到低音 在玩游戏的时候 会出来一些类似电影院的低音 枪声 爆炸声 环境声 还能听出空间感 方位感和距离感 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 我在现场听 比收音效果更真实 右声道是来自前面的声音 左声道是来自后面的声音 Cure 990D有个重要升级 那就是HDMI 2.1 这点对于PS5游戏玩家来说非常重要 PS5是支持HDMI 2.1的 通过Cure 990D连接电视 可以玩到4K120的画面 同时声音还没有延时 但是如果不支持HDMI 2.1的回音币 那就只能二选一了 要4K120声音就会有之后 要想声音无言时就没有4K120 很纠结 熟悉的玩家都知道 PS5有杜比全景声这个彩蛋功能 但是往往受音响设备限制 并没有真正体会到 三星Cure 990D条形音响 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 它的音效还可以通过WiFi 在三星电视和条形音响之间传输 摆脱杂乱线缆 可以便捷整齐摆放 这个含金量谁懂 Cure 990D的声音细节表现很好 细微的声音也能辨别的很清晰 走路踩到小水坑 钢板 水泥地面的声音很逼真 在《蜘蛛侠2》里面 全景声效果更加明显 我还测试了 麻布仔 对麻岛 美墨2 使命召唤16 只狼 都支持杜比全景声环绕 每个游戏的环绕声不太一样 但都是把玩家带入到游戏场景环境之中 没想到的是 宇宙机器人这种小游戏也支持 有时候左侧有小人说话 有时候右侧会想一下 有时候PS5手柄还会想一下 我被声音包围了 我的电视也是三星今年的新品 亮子点迷你LED电视 QNX9D 用的是全新一代的4K AI画质芯片 画质 音质 分区背光控制等很多方面 都是通过AI芯片优化增强的 屏幕是亮子点的迷你LED 色彩和明暗细节都很绝 并且支持4K120赫兹和HDR10加 还有专业的游戏模式 它对PS5也比较友好 可以打开PS5的VR 可编刷新率和自动低延时 玩游戏的时候建议打开灵视竞技功能 这样画面更亮色彩更艳丽 另外三星自家的电视和回音币还能同时发声 这个功能叫Q交响乐 这可不是简单的输出 电视的NPU处理器会参与计算 分析播放的内容 分离对象声音 让声音效果更加逼真 现在家电越来越智能 这个回音币可以根据环境调音 它可以细致准确的分析我家客厅空间大小 自动调整声音效果 优化低音 甚至可以根据空间来校准声场 让声音更加清晰出色 比如在麻布仔大毛弦里 两个后环发出的环境氛围声 能听到有流水的声音 在GT7赛车里 车内视角 我的身边围绕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就好像自己在驾驶舱里 这套Q990D用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在游戏全景声方面 让我体验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产品的做工 细节 设计 功能 配置等很多方面 我都很满意 唯独就是这个价格 不过音响这东西 一分钱一分货 Q990D毕竟是新旗舰 HDMI 2.1 4K 120 比特 就这一项参数就可以用很久 还是开头的那句话 对声音有点小追求的玩家 建议体验下这种灰音币打游戏 带来的全新体验 对声音乐 感谢观看